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們介紹一下拉普拉斯轉換的變形性子 在這部分我們會根據拉普拉斯轉換的關係式 介紹幾個性子 這個單元中我們會介紹在時間軸的一個擴張壓縮 以及在复数平面上的一个变形的性质 那一个信号如果在时间轴上变形 就是所谓的压缩跟扩张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讯号 它在时间轴往正的时间 往复的时间把它拉扯开来 就变成下面这个波形 那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原来在1的地方会拉到3 然后复1的地方拉到复3 那这变化成三倍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符号上会写成X 然后三分之一的T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你把它往内压缩 把它挤压在一起 那这1的地方可能变成二分之一 负1的地方可能变成负二分之一 那这符号上会写成X然后2T 所以通式上会写成X然后AT 那A如果借于0到1中间的话 就是往外扩张 那A如果是大于1的话 那是往内压缩 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X乘AT这个形状的情况 来看它的拉普拉斯转换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一个讯号X 好那对应的拉普拉斯转换是大X S这个函数收连区间是RX 那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轴的函数乘上A 就是做所谓的扩张或压缩的话 然后对应的拉普拉斯转换呢 会是原来这个大X这个函数 那这个X呢要除以A 然后前面的大小乘上A的绝对值分之一 那收连区间呢会变成是A倍 因为这边有一个X除以A 那意思就是说你的收连区间整个会扩大 如果A是大于1的话 那如果A如果是小于1的话 那就会缩小 好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关系是 首先我们针对这个X的AT这个函数 做拉普拉斯转换 所以乘上指数函数的负ST 然后再把它积分从负无限大积到正无限大 再来我们变换一下变数 这个AT我如果另乘新的变数叫Q 那T呢就会等于A分之1乘上Q 所以T的微分呢就是Q的微分 然后乘上A分之1 那A如果是正的时候 上面这个AT等于Q 这个T等于A分之Q 然后底T等于A分之1是底Q 那我的积分区间一样是负无限大 正无限大全部都把它带进去 会得到下面这个积分式 再来我把A分之1提出来 所以这一项后面这个积分式 如果仔细去比较 它这边有一个A分之S 那其他地方跟上面 这个拉普拉斯转换的关系都一样 除了这个小S这个变数变成A分之S之外 其他的都是符合这个拉普拉斯转换的积分式 所以这个积分式基本上就等于大X 然后那个小S这个变数要除以A 再来看如果小A如果是小于0 它是一个负数的话 则这个AT T 底T我们一样带下面这组关系式 所以我们就得到SQ 然后指数函数 然后A分之底Q 但是它的积分区间因为A是负的 所以T跟Q刚好颠倒过来 所以我的积分区间 本来是由负无限大G到正无限大 那这时候变成正无限大G到负无限大 那如果我们要还原成原来的负无限大G到正无限大 那我们前面会加一个负号 所以最后变成负的 然后A分之一也提出来 然后后面整个积分式的结果 好那这个地方 负A分之一 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那后面这个积分式一样 这里就是这个S会变成A分之S 然后比较一下这个拉普拉斯转换的这个积分的公式 那差别就是这个S要变成A分之S 所以这个式子就是那个大X 然后括号它的变数变成小S 去除以大 小S除以A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如果A是正的 上面这个积分式变成A分之一 然后大X这个函数 然后小X除以A 那如果A是负的 那就变成负的A分之一 然后同样的这个大X这个函数 然后小X除以A 那这个A是正的是乘以A分之一 A是负的是乘以负的A分之一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A的绝对值就好 然后后面都是一样 就是大X这个函数 然后那个变数S呢去除以A 所以根据拉普拉斯转换的这个积分式 我们发觉这两项呢 就互为拉普拉斯转换配对 接着我们看在S平面上的变形 那原来的收敛区间如果是RX的话 举例来说它是在N跟M这个中间 这个区间如果是我们原来的收敛区间的话 那这个大X这个函数由小S变成小S除以A 那如果A是介于0到1中间的话 那N乘上A会变小 M乘上A也会变小 所以你的收敛区间呢就会变小 就是往这个等于0的这个地方压缩 所以这个收敛区间就变小 就是小A这个变 这个常数如果是介于0到1中间的话 那如果小A这个常数是大于1的话 则N乘上A会变大 M乘上A也会变大 就是正的更多或负的更多 所以你的收敛区间呢会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往正的跟往负的都把它扩张开来 那这是A是正数的时候 如果A是负的 它是介于负1到0中间的话 则N乘上A会变成是负的 因为N原来如果是一个正的 它乘上A A是一个负的 所以会变成是一个负数 那因为它的大小是小1 所以会变成一个负的 然后缩小 那M乘上A呢 就会变成是正的 因为M本来是负的 乘上A是一个负数 所以变成正的 然后A因为的大小是小1 所以它也会缩小 所以它的收敛区间呢 会变成是这个压缩 但是它左右正负已经变幻过来了 再来如果A是小于负1 那N乘上A呢 原来N是正的 N乘上A就变成是负的 而且负的更多 因为A的大小是大于1 那M乘上A呢 会变成是正的 因为M原来是负的话 乘上A就会变成是正的 然后会变成正的更多 因为A的大小是大于1 所以它们的收敛区间呢 会变成是一个扩张 但是它的正负颠倒过来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原来这个RS 然后这个大X这个 这个函数小S 如果变成小S除以A的话 那它的收敛区间 如果A是介于0到1中间 会变成这个形式 然后如果大于1的话 会变成这个形式 就是一个是压缩 一个是扩张开来 但是正的地方还是正 负的地方还是负 然后A如果是介于负1到0中间 它也是压缩 但是它的正负会颠倒过来 那如果A是小于负1的话 它会变成扩张 但是因为A的数值是负的 所以它会左右正负相反过来 那这是在S平面上的一个变形的状况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如果一个讯号小X 那它的拉普拉斯转换是大X 收敛区间是RX的话 那你在时间轴上 这个T乘上A的话 则它的拉普拉斯转换的结果 是原来这个大X的函数 那S要除以A 然后前面要乘上A的绝对值分之1 那收敛区间呢 会整个是乘上A的结果 那因为这边是S除以A的关系式 所以如果A等于负1 也就是左右翻转过来的时候 则它的拉普拉斯转换 也是左右翻转过来 整个平面就是左右翻转的意思 那收敛区间呢 就是正负负变正的结果 以上我们就是针对在时间轴上 做所谓的压缩跟扩张的一个情况 讨论它的拉普拉斯转换之后 对应的关系式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